为了不让这些女人有逃跑的力气和想法 日本军部还对他们的饮食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和控制 大部分的女人在军营之中一天只能够吃两顿饭 其中一顿饭只有一碗简单的清水 保证这些女人能够在清醒的状态下和这些日本士兵发生关系 而另外一顿饭就只有一颗小小的饭团 这些饭团不能被立刻放在这些女人的嘴巴里面 而是会被放在旁边的床头之上 当这些女人觉得自己体力不知即将晕过去的时候 才能够将饭团放到自己的嘴里 在他们吃饭的时候 身上仍然会有无数的日本士兵对他们进行侵犯 他们根本没有将这些姑娘当作人来看待 在军营之中所有的为安抚都只有一个简单的偏好 每当介绍到数次的时候 这些女人就要站起来 在他们死亡以后 这个编号就会被交给下一个女子 每过一段时间 日本军部就会对周围进行大型的搜索 只要发现了更多的为安妇 就会将他们送到为安所中继续服务日本士兵 那些长得不太好看的女子也会因此被做出简单的处理 很多姑娘一直到死为止 都没有能够留下自己的性命 下场可以算得上是非常悲惨 而在战争结束以后 日本军部竟然不愿意承认他们的所作所为 可以算得上是格外卑鄙